3C电子产品真的是越来越普及了 而这种现象也造成小朋友们的近视眼比例真的是越来越高 新北市政务卫生局特别从前年开始进行了眼科医师的校园注点服务 而服务内容是包括了眼睛的外观检查、眼位检查等等 以下报道带您来了解 卫生局表示去年针对辖内选龄前五六岁儿童实力筛检 共筛检了五万六千多名中仅确诊有五千四百四十一名异常 将近一成并且显示孩童学习年龄越高 视力问题更严重的迹象 很多父母就会用3C产品作为电子保姆 那其实呢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父母 在任何使用3C产品之前 一定要特别掌握我们的使用的频率时间 那新北市卫生局针对去年度 针对优托援所五六年五岁跟六岁的小朋友 做的视力的调查检查部分 发现有一成的小朋友是有视力不良的情形 眼科医师表示 即使发生的年龄越小越容易造成高度近视 进而可能引发视网膜玻璃、青光眼等症状 建议家长不宜太早将学习压力加租在小朋友身上 避免孩子长时间使用电脑、电视或其他3C产品等耗眼力的活动 如果说父母亲都有近视 甚至是父母亲都高度近视的话 小孩子其实也很容易有近视或者高度近视 那第二个跟他的用眼习惯非常有关系 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近距离的这样子使用的话 也容易造成近视 那第三个就是环境因素 比如说灯光都太昏暗 这些也会造成近视 所以我们近视的防治大概是会从用眼习惯跟环境的改良这边来着手 特别呼吁我们的家长要特别注意小朋友的视力问题 每半年要定期去做一下视力的检查 然后平时的话要均衡的饮食 还有控制一下小朋友在看书使用3C产品的时间 以及我们室内的照明亮度 证据强调平时应该截至孩童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尤其要避免将平板电脑当成电子保姆来安抚孩童 假日时尽量带着孩子在户外活动 多接触大自然才能避免近视来临 介绍将事物长报道